接著我們要跟各位談的事情是 加熱 加熱 很多東西是不可以拿來加熱的 比如說兩桶被講說不能拿來加熱 表玻璃也不會拿去加熱 加熱到時候 有溫度計也不可以拿去烤 溫度計可以泡在液體裡面 加熱沒有問題 但是不可以直接拿溫度計去烤 那個以後你上大學可能會 它只要裂開一點點你用眼睛看不到裂縫 那個不如你就掛了 不如你就完蛋了 就不可以拿來烤 就是不可以加熱的 有些是要間接加熱的 不會直接然後火上烤的 比如說燒杯啊燒餅啊蒸發米 通常都是間接加熱 怎麼樣呢 合一個陶瓷纖維網 為什麼要墊一個陶瓷纖維網 為了使它能夠受熱均勻 免得因為受熱不均會破裂 破裂 那如果不需要加強熱呢 我們可以用隔水加熱方法 不過你們可能在生物做過這件事情 隔水加熱 可是禮包好像沒做過 禮包好像沒有做過 可以隔水加熱 陶瓷纖維網 受熱均勻 這個是不要直接拿去烤 那有些就直接拿去烤啊燃燒石啊 室管啊就直接拿去烤 那我們說室管加熱的時候 應該稍微傾斜 稍微傾斜是為了增加它的受熱的面積 然後管口可能依照實驗的需要 可能會朝上或者是朝下 比如說如果會產生液體水的狂 會朝下 不要讓它倒流回來 讓它倒流回來 但重點叫做不管朝上還是朝下 通通不可以朝人 不可以對人 不可以對人 所以呢 叫做直接可以加熱 第一 然後呢 移動清潔加熱的時候 使用適當工具避免抗傷 我們上課的時候 跟你講過那個太熱跟太冷的東西 都要注意 不過因為基本上 國中沒有接那個太冷的玩意 什麼液態蛋那種東西 沒有 所以呢 就告訴你說 不要這個太熱的東西 要小心注意 好 那我們上一天各位提過了 講過了 然後化學藥品的操作 就告訴你說 觀察這個顏色 觀察氣味 觀察狀態 不可以直接拿你的眼睛跟鼻子湊過去 因為化學藥品很多都很毒 或者就算不毒 可能有些怪味道或什麼之類的 那不好 所以不要直接過去 避免吸入或接觸到有害的物質 如果非蚊不可 就要像這樣子做 用手傷蚊 我在看那個外國影集的時候 講那個法衣啊 在那幹嘛幹嘛 那個法衣做過很多次正確失敗 那他蚊就像傷蚊 可是邊具有注意 邊具有注意 對 然後呢 法衣操作正確 快操作正確 用手傷蚊 無論如何不可以去吃 實驗室都不可以吃東西 不要這麼長 不要死都不知道怎麼死了 都不知道怎麼死 不可以長 不可以吃 可以吃 然後呢 這個倒的時候 講過我們會沿撥棒倒下來 目的是他順著撥棒流下來 不會到處噴到處劍 我們很多實驗的操作的目的都一樣 就是不要他到處噴到處劍 讓他順著撥棒流下來 倒人的方法 然後就拿來 需要攪拌呢 我們就用撥棒攪拌 那個GEO班有一個攪拌器 對不對 因為那上次 某建宗科學班 學院放用過 建宗科學班沒有攪拌器 攪拌器 他就是 他就是放在下 他就幫你攪 是一個東西 幫你攪拌 你不用手攪拌好 然後呢 但是我們 我們就是要用撥棒攪來 重點 拿撥棒攪來 不可以拿 溫度去攪來 我想過你 我剛才講過你這樣 敲到 出現那個 你用肉眼看不見的 內部 溫度去就已經 掛 所以 不可以用溫度去去攪拌 好了 這是重點 考試考了N變的重點 如何稀釋濃流酸 將濃流酸 緩緩倒入水中 並實質 攪拌 為什麼呢 濃流酸 濃流酸 密度比水大 倒進水裡 就會往下沉 重點 濃流酸 會有 撥水性 濃流酸 愛水 他抓到水 就會放出 高熱 高熱 所以如果你是 流酸在水裡面 然後把它放熱 旁邊都是水 你的鼻熱很大 可以吸熱 吸熱 吸熱 溫度還不大會上升 OK 很美好 倒過來做 就會發生 容易發生所謂的爆炸性的建設 就是你們那個油鍋 噴油的情況差不多 有人碰過這種事嗎 油鍋 噴油的情況 重點 它噴出什麼東西啊 它噴出的是濃流酸 我跟你講過 毀溶效果特好 毀溶效果特好 你要小心 所以 考過恩變 考過恩變 請問你 如何稀釋濃流酸 將濃流酸 緩緩倒入水中 並實時攪拌 好 原因上面有可以寫了 注意 最後 教託你說 如果不小心碰到可怎麼辦 大量清水沖洗 我也跟你講過了 什麼叫做大量清水 一直沖一沖一沖中 不是因為 掛在什麼 那要換了 你現在都好了 不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一直沖一沖一沖 大量清水沖洗 那如果是 大學的實驗室會有領域設備跟充廉器 我幫你充 那我們的實驗室只有充廉器 在那個老宿通常也有個充電器 充電器 有一個充 叫做大量清水充洗 OK嗎 OK 這就是我們有關一些加熱跟化學藥品的操作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